欢迎大家回到胡江网校俄语课堂 我认为胡江网校俄语课堂 我认为胡江网校俄语课堂 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第六大课的内容 那么今天又有哪些有趣好用的知识等着我们去学习呢 那现在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最重要的一些知识点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节课讲的代词SUM的变革和用法 SUM的变革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下面这张表 大家注意一下它的重音 SAM,SAMA,SAMO,SAMI SAMO,SAMO,SAMO,SAMIH SAMO,SAMO,SAMO,SAMIH SAMAMU,SAMO,SAMO,SAMIM SA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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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IH SAM的用法呢 我们总结了有四大用法 第一个用法是 必须与被说明的词在性数格上保持一致 通常是与动物名词和人称代词连用 SAM说明名词的时候呢 如果放在名词的前面表示自己本人 强调正是该人该物本身 SAM放在做主语的名词之后呢 既与名词同时又和后面的位语动词发生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表示动作是主语自身不借助外力或外面的影响 而独立进行或者是完成的 第三个用法呢 SAM与人称代词连用的时候呢 也要在性数格上同人称代词保持一致 如果代词呢 做主语 那么SAM在主语前面 那就是表示自己本人强调正是该人该物本身 如果是在人称代词之后 位语之前呢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既与人称代词 又与后面的动词位语发生关系 这个时候呢 就是表示不借助外力 不受外部的影响而独立完成 独立进行 当用于建结构的时候呢 SAM一般都是放在人称代词后面的 第四个用法呢 SAM与反生代词连用 加强CBR的语气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只是进行了一个理论的回顾 具体的怎么用的呢 大家要去回忆一下我们上节课所举的这些例子 自己呢 也想一想举几个例子 来印证一下我们所讲的这些理论知识 好的 在上节课当中呢 我们也是学习了一些积极的词汇 比如说 PREPARCHTECH PREPARCHISTE 后面的结构关系是 GA WUSTO GA MUCHMU DESTIGATE DESTIGNUT 或者是完成题还可以写成DESTICH 那么后面的结构关系呢 是跟CHEWO第二格 然后呢 我们讲LUT BING这个名词 下面这张表当中列出了它的变格 大家注意的是 它词位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YO要脱落 在YO的位置呢 要填上一个软音符号 大家来看一下单数六个格和复数六个格 分别是怎么变化的 上节课当中 我们还遇到了 ZA加第四格这样的一个语法现象 那么它表示 超过或者去什么的后面 或者是表示 过了什么 超过什么 在什么之外 语表示度量的名词 或者是词组连诱 表示超过什么的界限 好 那么上节课的重点知识内容呢 大概就是这么多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课的要点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 我们仍然是要学一些新的词汇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之前见过 能不能想起他们的意思呢 如果不能也没有关系 那么今天的课当中 我们会详细的讲解 我们在今天的课文当中 会遇到小词 GA 那么这个小词GA呢 与动词命连式联用 来加强语气 尤其是用于与孩子 或者是非常亲近的朋友 谈话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遇到 DOTRE SAME 这个词组 我们会进行讲解 并且由课堂上的互动练习 帮助大家巩固 HAZIABUE 这个词组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在今天的课文当中 我们也会遇到 那我们会对这个词组 也进行讲解和举例 好的 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开始正式内容的学习了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 今天新内容的学习 那么首先呢 我们是接着上节课的课文来讲 上节课课文最后的 这一段小对话 我们先来听一遍对话 这一段小的一段小说 上节课文最后的设计 спросил Руслан 对 在这一段小时 非常多的小的小的小独 我等会也知道 在这一段小时 《啊!》 吓成了 Людмила 《我们知道了 我们忘了这个小独 这一段小独 而这一段小独 我们想要了 有些小独 Rui Rui 仇 好,下面我们来看对话里面 刘德米拉对儿子鲁斯兰说了什么 啊,刘德米拉大叫一声 我们忘记抹油膏了 蚊子已经来咬我们了 鲁斯卡,快去拿油膏 这个动词呢,它是表示突然喊叫一声,大叫一声 它是一个完成体动词 那么我们从它的形式前面有f,s,后面有nut 那么我们可以猜出,它其实是表示动作作一次这样的意义 它的变味,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记一下下面的词组 吓得大叫一声 向谁吼叫一声,吆喝一声 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动词 namazazaz 这也是一个完成体动词 它表示往自己身上涂抹 或者是口语当中的给自己擦胭脂 抹粉 描眉 涂口红等等 那么它的变味呢,比较特殊 大家注意一下 namaz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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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发生了z变成ż z变成了ż 这样的音变 那它的这个关系呢,后面是常常是跟第五格 比如说,给自己抹软膏,给自己擦箱纸 namazazaz z maziu namazaz z kremam 给自己涂唇膏 namazaz z gubnoi pomaday 给自己擦汁抹粉 namazaz z rumianami i bililami 那么后面都使用的是第五格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这句话中,最后有一个命令式 z hadika z krem 这里的z hadi 后面加了一个ga 这样的一个小词 小词ga与动词命令式联用呢 来加强这个命令式的语气 尤其是用于与孩子 或者是与非常亲近的朋友交谈的时候 会使用小词ga 放在动词命令式的后面 在这句话当中 是柳德米拉对她的小儿子 鲁斯卡 鲁斯兰 说的 所以呢,她的这个命令式 z hadji 后面加了一个ga 表示了 与儿子的这种 亲近亲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例句 dajka posmatrye 让我看一眼 prinisi ka chašku 给我把被子拿过来吧 skaji ka djade vitni daram moskva spalionnaya pajaram francusu addana 告诉我老人 莫斯科在一场大火之后 真的什么都没有留给法国人吗 好的,这就是小词ga放在动词命令式之后 来加强这个命令式的语气 这样的一个语言的现象 大家理解了之后呢 下次遇到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困惑了 以后自己在同小朋友或者是很亲近的人之间 用动词命令式的话 也可以不自觉地加上一个ga 好,今天我们还要接着往下讲新的课文 在进入新的课文之前 大家来读一遍身词 снимать, снимать, снимать,拍电影 нанимать, нанять нанимать, нанять, guion оператор записывать, записать записывать, записать,记录下来 интервью интервью, фонтан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代表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й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й, шэнхайшэ волна 波浪 надежда надежда,希望 беседовать, побеседовать беседовать, побеседовать,交谈 хотя бы хотя бы,至少 好了,生词读完了 下面我们跟着斯拉瓦一起来朗读一遍课文吧 Вадим Звонов приехал в Иркутск неделю назад чтобы снять фильм о загрязнении озера целлюлезно-бумажным комбинатом в Иркутске он нанял операторов и записал интервью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Байкальская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лна он также хотел взять интервью у директора БЦБК но тот не ответил на его звонки поэтому Вадим решил поехать на комбинат без приглашения в надежде побеседовать хотя бы с рабочими если не с самим директором сегодня он плыл на том же самом теплоходе где находились Людмила, Руслан и Тимоф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и даже ужинал в том же самом ресторане он плыл на теплоходе 他乘船,航行 动词 плит 航海 但有不同的前缀的时候 可以用来指代 船本身和乘船的人 或者是游泳的人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 下面的这些例句 теплоход плыл по озеро 船在湖上航行 она плыла на теплоходе 她坐船航行 我们看到 第一句话 就是 船 做主语 那么 船在湖上航行 就用 plit 那第二句话 是 她坐船航行 那么这个时候 主语是 安娜 是人 同样呢 也可以用 plit 这个动词 也就是说 主语可以是 船本身 也可以是 乘船的人 或者游泳的人 on beer beer 他游过河 这个时候 plit 就加了一个 beer 这样的前缀 它表示 从河的这一岸 游到河的对岸 从河的此岸 游到河的彼岸 那么就是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这句话当中呢 主语是 win 也就是 也是人 做主语 那么大家要注意 的是plit 它是一个运动动词 那么它表示 方向确定的 是一个定向动词 那么它有对应的 不定向的形式 plavage plavage 就是plit 对应的 不定向动词 那么我们来看 下面的例句 他们一年航行 他们一年航行去摩尔曼斯克两次 那这句话当中 一年当中去摩尔曼斯克两次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 所以要用不定向的 这个plavage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再回过头 看上面的例子 船在湖上航行 它用的plit 那也就是说 船是往一个方向 正在航行 它坐船航行 我们同样用的是play了 那也就是说 当时它坐船呢 这个船是往一个方向开的 所以这两句话当中 都用了一个定向动词plit 好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 大家来选择这些动词填空 大家要注意的是 选择定向还是不定向 选择加什么样的前缀 这个要根据这个句子的意思 来进行判断 所以大家还是需要仔细的想一想 才能把每一道题做对 我们来看下面一句话 他坐同一艘船航行 道是三枚 指的是相同的 那么这句话当中有一个 那道是三枚 很明显这是用的第六个 那这个地方是 那加交通工具的第六个 表明是乘坐的某种交通工具 那这里就是第六个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 道是三枚 它变成了第六个 那道是三枚 道是三枚 指的是相同的 这个意思 那道和三枚的形式呢 要根据所修饰的名词来变化 道的变革呢 要同edat一样区变 三枚的变革呢 要同nouve这样的形容词的变革 一样区变 那比如说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在同一个饭店里 和相同的人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练习 看大家能不能把道是三枚都变对 大家要注意 分别用的是第几个 然后道要按照edat一样区变革 三枚要按照nouve一样区变革 那大家来试一试 看能不能把道是三枚全部都变对 大家加油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这句话 在伊尔库茨克 他雇了摄影师 把对贝加尔湖生态波浪 组组织代表人的采访呢 记录了下来 那么我们看到这句话当中 有动词nanyet nanyet nanyet 它的变位呢是 nan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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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过去诗呢 大家注意一下众音 nanyau nanywa nanyali 那么这个词呢 它的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意思 它后面这个关系是 gavosto 第四个的时候呢 它表示 雇 雇用 比如说我们说 雇什么人来照看病人 nanyet nanyemate kavo uhashivay za balnym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 租 租用 租用什么东西 比如说 租用别墅 nanyet nanyemate dachu 好 接着我们看 下面这句话 поэтому Wadim rešil poyeh hite na kambinat bes priglo shenie vnanyejde pobesed vait hatjab s rabochimi yesli nany samim direktorem 因此 虽然没有得到邀请 瓦吉姆 仍然决定去工厂 如果不能和厂长本人谈 找哪怕是工人们谈谈也好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词组 它表示 哪怕什么什么也好 即使 怎样怎样 那么这个固定的词组呢 经常用在一些句子当中来表明特定的语气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句 那怕您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 你一定要来 哪怕是十点以后来也行 即使一天中抽出半小时用来朗读 这也是会带来极大 这也是会带来极大的益处的 好 那么今天的课文解析呢 就是这么多 那同学们都掌握的怎么样呢 我们来做个小测试 看看大家是不是都能做对呢 这些词组 是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一下文章当中出现的这一个 Bajkaliska ekologiska volna 这个组织 它的名字呢,可以翻译成贝加尔湖生态波浪 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组织的介绍 Bajkaliska ekologiska volna Nepravity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Sоздана в 1990 году Dla защиты озера Ee missiia Sodействовать переходу общества Na путь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Kогда потреб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Sогласованы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природы Ykогда окружающая среда Ostается в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Sохраненной Bajkaliska ekologiska volna Nepravity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Sоздана в 1990 году Dla защиты озера Ee missiia Sodействовать переходу общества Na путь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Kогда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в человек Sогласованы S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природы Ykогда окружающая среда Ostается в максима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Sохраненной 那么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知道 贝加尔湖生态波浪 这样的一个组织呢 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它成立于1990年 那么它成立的宗旨呢 是保护湖波 在这里呢 指的就是保护贝加尔湖 那么它的任务呢 或者是它的使命 就是要帮助整个社会 过渡到一个持续发展的道路 或者是轨道上 那么就当人们的需求 同自然的这种承受能力 相符合的时候 并且只有当周围的环境 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的时候呢 整个社会 才能够持续的发展 那么这就是关于 贝加尔湖生态波浪 这个非政府组织的信息 那么大家了解一下 最后呢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今天新的文章当中出现的 一些非常好用的表达法 拍照片 造成场对湖泊的污染 нанять операторов нанять операторов 不用摄影师 записать интервью записать интервью 录采访 интервью с кем интервью с кем 对谁的采访 взять интервью у кого взять интервью у кого 采访谁 в надежде сделать что в надежде сделать что 希望能做成什么 好了,亲爱的同学们 那么今天的课内容就是这么多 大家是不是感到非常的充实呢 不要忘了下去以后多复习 并且完成课后的作业哦 有任何问题及时提出 我们的助教老师会及时为你解答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 期待与大家在下节课当中 继续我们快乐的学习时光 Спасибо за внимание До следующего саньяця Спасибо До свидания